真是上不起啊 今天多少人跟我一样 在大盘跌破 近一年新低的时候 心情也随着跌至谷底 然后到下午两点之后 又拉起来 好像又看到希望了 这段时间真是最难熬的阶段 绝望过 恐慌过 但是依然没有推出这个市场 想过消互 但是依然坚持下来了 说的是你吗 我们都知道问题在哪儿 但是当下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又到了分歧很大的时候 最近跟一个大户朋友聊天 他每天复盘到晚上十点 每天在满仓和空仓之间徘徊 一会儿感觉在熊市 一会儿又感觉到了牛市的底部 那二三年他的成绩非常好 但是二四年的开年 他分裂了 所以不止你们 高手也是一样 我接触过很多类型的高段位选手 最近都在艰难中前行 这个时候 任何语言都是参白的 在市场难熬的阶段 我只想陪着我的粉丝朋友 一起度过至暗时刻 迎接未来的光明 那作为金融从业人员呢 我跟你们一样 期待市场能够好起来 你们好 我才能好吗 最近很多机构内部啊 都在说 长线资金布局的方向 跌不下去的方向 会是接下来的重点 那大家可以翻翻我前面的视频看看 哪些方向都给你们梳理出来了 这个视频就不多说了 要知道 市场是资金对出来的 聪明人只做跟随 不做预测 股票的本质呢 买的人多则涨 卖的人多则跌 所以这两天 就是在修复周末的利空 大盘已经连续缩量五六天了 那等到利空修复完了 反弹随时回来 以上信息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